各位朋友大家好 現在我帶大家過來台山市豆山鎮 敦頭村位的軍安村參觀遊覽 村前兩棵古傭下放了很多麻石桌椅 村前村後都有一模一樣的牌坊 這些牌坊很朴素 就是一個簡易的框架結構 我現在穿過這個牌坊 一進去軍安村 又是給你感覺很大十分之大 這個曬谷牆和前面的風水塘 軍安村的牌坊左手邊還有一塊石扁 挑剋著軍安村村前大道陳策文翁鑽見 建於公園1978年秋 就是剛剛我開車進來 那個牌坊前那條村路 就是旅居香港的一個實業家 慈善家陳策文先生鑽見的 亦說明這條軍安村 就是一條陳氏中族聚居的大村落 這個曬谷牆坊真是厲害 都是一些海內鄉親 在2008年的時候 就是出錢出力 改造這個村的村庸村貌時候 建起上是一個大曬谷牆 我前面這裏就是一個大水塘 風水塘 例牌村前村後都有一些古榕樹 亦叫做鎮村之木 一進來 暫時我看到的新宅舊宅都有 我先從這條橫行走進去參觀一下 軍安村的村戎 我問一下村民 他們說這裏目前常住在村的人口 都有幾百人 剛剛我都看到有些校車 專門開進來這裏接送村民的子弟 有一座傳統的青磚路窄 本來他山場和屋頂之間是有一幅幅的壁畫裝飾的 你現在都看不到 全部都一旦破壞 一旦都封化了 他樓頂是一條鑑鼠 在山場和屋頂之間 例外就是那些壁畫的裝飾 不過全部都封化 全部都脫落了 走到出來這裏 有一座很特別的華僑見的一個 梁惠塵宮祠堂 這個祠堂 你一看就知道 中西風格合璧 肯定就是 舊時候的華僑回來見的 這些祠堂裏面供奉的是祖先 外面就是洋人的建築風格 正門前面 一到二樓 四條那些希臘式的圓柱 柱和屋頂之間 是有些鮮花 長雲的圖案 石雕的 本來 本來正門橫額的梁惠塵宮祠上面 舊時候應該是一些壁畫 來的 現在還殘留著 舊時候老毛那個 紅太陽的圖案 這些都是上世紀遺留下來的痕跡 屋頂的圍欄 那些壁畫 全部都封化 剝落了 你看到外牆剝落之後 裡面顯出的是青磚 其實是一個青磚老宅 不過外面是用那些水泥灰 鑑成一格格的四四方方的圖案 裝飾著這個青磚老宅的門面 你側面看得很清楚 很特別 因為它前面就是西洋式的建築風格 後面就是傳統的青磚 硬山頂 池塘的建築風格 所以這些融合了中西建築元素的建築物 在台山這裡真是很特別 俗語講 外表村洋莊 內裡中國森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講這些祠堂 現在村裡面的暗毛 打完麻雀出來 現在裡面是一個文化室 這條大路兩邊 看上去全部都是灰灰黑黑 起了青材的傳統民居 這一堆草木 估計都是在老宅那裡清出來的 有些沒有人住在老宅那些木 都被白蟻鑄空了 所以沒有人住在屋裡 就塌得很快 對白蟻鑲 太 女人 這裡有我的法國 这里有另外一座中西风格的座房 墓宅陈宫池 斗山镇军安村陈氏中族聚居的村落 他们的池塘有一个特点 就是不是传统那种池塘的建筑 军安村这里真的有很多狗 这些桥香的建筑物真的很有特色 两边这些华侨老宅 见证着四一这里的华侨历史 每一座老宅就是一段华侨的拼博市 这一座又很特别 两层高楼顶铝宜场那里 就是那种西洋文化元素的石雕 还有青砖山长和楼顶围栏之间的那些泥索壁画 又有中国传统的鲜花灵兽 又有西洋花文图案 好像一个中西大集会的建筑物一样 在窗帖上面还有一些万字的石雕图案 装饰着这一座老宅 再看真一点 窗帖上面是有一些石雕图案装饰 一楼这个 每一个窗的窗帖都有一个图案装饰 这一座华侨老宅真的很特别 再走过去又有另外一座华侨老宅 所以在广东省内台山的华侨老宅认了第二 没有人敢认第一 我再走过来这边拍一拍 军安村里面这个华侨老宅 这座一楼二楼的那些石雕就破坏了 我猜它也是后来建过的 就是后来建过的那些窗帖 一路数上去二楼和楼顶之间 就有一条很长的 将这个青砖包起上来的万字石雕装饰 到楼顶围难女儿场那里 有一幅幅那些泥索的壁画 还有一些是文字的石刻 全部集中在那个围难那里 好像一个博物馆那样 楼顶女儿场那里 那些石雕的鲜花图案 虽然风化剥落了 但是你从它的外形 都还可以感受到 旧阵时这一座老宅 那些装饰多豪华 旁边这一座就没有它那么漂亮 旁边这一座同样是华侨老宅 但是相比右手边这一座漂亮很多 这个正门口 本来它的外边就有一个铁杂 但是都剩下门尾上的铁栏杆 那个铁杂都没有了 铁杂里面这个 铁杂的木门也很有特色 古色古香 都是中国传统那种屏风的风格 所以这些华侨老宅 既有东方式又有西洋式 融合在一栋楼的建筑之中 这些楼真是很值钱的 很有价值的 旁边这一座 就没有铁杂 简单些 但是都是有 一些屋权 门尾上面都是有壁画装饰的 全部荒废空置了 这一座更加 青材从地脚掌到楼台 走到路的尽头 这里就有两座新建的阳楼 都是三层高的 它的装饰 有些少少 就是复古 就像旧时华侨回来建楼的风格 不过外表就贴了瓷砖 整个楼顶就 那些楼梨雅 虎皮筒雅 装饰的 但是三楼的阳台 那几条圆柱 就像旧时华侨回来建的风格 都很漂亮 旁边这一座矮矮地 两层的小洋楼 也是很漂亮 对着这边就有一座 念香园 它的门楼左右两边 全部是飞蟬 是飞蟬 就是起了角的 你的屋顶是飞蟬 起角的 很古色古香 里面也是一个纪念庭 和它的门楼的建筑风格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就叫做念香园 军安村的新宅老宅 很有特色 我走到这条村路的尽头 这里有一条 打横的 叫做孔贵路 是一对抗例出之兴建的一条路 这里另外一个 军安村的牌坊 这里是村的另一边 我从东边 走到西边 两边的牌坊的风格 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里 这里 就是传统的 池塘 旁边这里 又有一连 三间的池塘建筑 前面这一座还可以看到 门上的环片写着 是小鼠陈公尺 一开两进的 不知道是三进 因为它连着到后面 一二三四五六 六座的 我估计应该是有三座 一模一样的 祠塘建筑 在这里 都是一开两进的 在一片的老祠塘 隔两间 有一间新的 它又不是祠塘 它叫做 庵安村公尔堂 这一座 估计都是他们 就是乡文 以事论事 办事的一个 私人会所 它前面就是 新建的一个门楼 后面 我看它也是老建筑 门前有一幅对联写着 君佳士龙 功相齐奋法 安喜男女老少 共图强 这个对联很有意思 今天在台山市 斗山镇敦头村位 的君安村的拍摄 就到这里 十分多谢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拜拜